前路不明 等 时机到了 上 机会走廊 有天当头我是薇娥 只有刚才我是邱子 天马星空我是温杰 是我们今天机会走廊呢聊宠物 又回到宠物了 我看我们这边留言态对宠物还有亲有独钟 对啊因为我们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伙人 然后就是非常爱获小的物 什么你是非常有爱心的爱国人 什么外国人还是外星人 不是一伙人 我们是非常爱护小动物的一伙人 然后呢 爱护小动物你们又吃小动物 哪有 机不是小动物吗 机不是小动物它是家禽 家禽不是小动物 没有啦这个东西没有 因为这个爱护归爱护 该补充的应用还是得补充 还好那你看这是标准不一样 我们进来谈还是谈宠物啦 宠物这个行业就学着社会的发展呢 人们的生活对这个精神生活 精致生活的这个追求呢 也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高 甚至可能把这个当成一种寄托 对就宠物当成一种 你知道在英国啊 甚至好像国外那些老人家呢 他们会对宠物 他们养宠物也比较养猫养狗啊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尤其是养猫 嗯 这是为了一种寄托 嗯 他们有些小孩子 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到外国去发展 或者到外头去发展嘛 对 有些没有回来 他们有些甚至没有生孩子 嗯 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猫猫狗狗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了一样 嗯 是啊 绝对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对啊 以前呢我们可能会把那个狗狗 拿狗狗来当例子 狗狗是一个 呃 就是 看门的嘛 对以前的人会把它当成是看门的一个动物 那现在呢 可能 有些狗狗不是在看门 而是 可能陪伴主人 陪伴主人比较多吧 这成分在里面 所以它变成不是一个 只是单单为我们主人守门的一个宠物 有些人觉得说养猫养狗总好 还好过养人 对有时候狗狗猫猫还蛮还蛮听话 比较忠心 对不对 那它就坏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 坏起来就没回事 就是好像狗狗他们牙齿养 刚刚出生 或者牙齿养他们因为咬东西 就破坏一些东西 那猫猫的就 早子就也特别养 就要需要找 但是这个应该是已经意料中事了吧 对 你就知道说 你养这些猫猫狗狗 会有这些 预算 就是你要让他们去破坏一些东西 因为毕竟他们还是 还是属于宠物还是属于动物 他不能够了解一些人的常规或什么东西 但是他是可以训练的 他是可以训练的 所以就有一些宠物啊 他们就这个宠物中心 还怎么样 他们有这种培训 帮你培训猫啊 狗啊 自己上厕所啊 上洗手间啊 或者是让他们指定的一些 这个口语 他们能够明白 指定的一些暗号 他们能够明白 一些手势他们能明白 都有这种培训 对好像现在这个宠物行业呢 不像以前呢 现在是越来越 越来越多不同种类的行业 其实我上网 只是随便查一下 我可以看到有一个宠物美容 宠物的住宿服务 就是酒店 对吗 医疗询问啊 甚至好像宠物水疗 SPA 因为我就觉得 哇 宠物都可以做SPA了 就是一个很舒服 很高档的一个层次的一个生活 其实宠物SPA 宠物SPA呢 是 是太 人的SPA和宠物SPA 有什么不一样的 宠物SPA可能就是做一些简单的 可能就修修指甲 什么修修毛发之类 但是人的可能就不一样 人还可以震水啊 但是有些动物是不能震水 他会很抗拒 很抗拒 这些都有这些情况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这宠物还能延伸出什么行业来呢 有没有更多不同的 我看过还蛮奇怪的 就是宠物混结 什么啊 宠物混结 混结是什么 就是 就是找狗狗 就是找狗狗伴侣的感觉 伴侣 这是婚姻介绍 对对 婚姻介绍 没错 这个婚姻介绍 好听了 我觉得是打肿的吧 配肿吧 难听也 难听也 但是 就是找个伴侣嘛 就是找个好朋友之类的 真的吗 然后比如说 今天如果我养一条狗狗 OK 然后是 我可以去这个 宠物婚姻介绍 然后他帮我配对 然后我就把这条狗带回来吗 还是我的狗就 如果我这是母狗 是嫁过去了吗 还是我这是公狗的话 他的母狗就给我带回家 这个太深入了 可能他们会 两个家长会 就是两个主人会 哦 就是两家 就是那个不是领养的 不是 就是两家 两个主人 两个主人 今天就到那个节目 婚姻 宠物的婚姻介绍 好神奇哦 这个我真的是没听过 好像宠物连椅 有这样子的东西啊 现在还有更多 那我们联系到了这个 Dr. Wong 是我们 我们有线上的一位嘉宾 是Dr. Wong 是来自 Small Animals Veterinary Medical Center 的这位医生 Dr. Wong 早上好 你好 你好 早上 是 那 今天我们要跟您聊一聊的 这个宠物这个行业 所以 首先 想问一问Dr. 这个宠物 其实我们常常都有 很多人不明白 其实是帮宠物看 带宠物看医生 宠物需要看医生 很多人觉得说 这些动物 它会自行修复 或者是自己找药吃 我这样有一些狗 比如说 它会自己去吃那个草啊 什么 它自己会修复嘛 对不对 OK 如果是 我会介绍了 每半年 就是看 收鱼吃 这个是我们 英文是讲 是preventive medicine OK 就是讲 不要等你狗生病 才看 预防 生意治疗啦 对对对 这样会比较好 但是 OK 这个每半年一次的 这种例行检查 对 它是 它是做什么检查呢 我们会做一个 我们是讲 physical examinat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可能我们会拿一点点它的尿来咽一下 嗯 还有会拿它的大便 看有没有虫的蛋 嗯 还有就是会看它的血 哦 就是看它的血有没有好一点 还有啊 如果是主人比较方便的 就是可以检查它的那个肾跟肝 蛤 这样会比较好 检查肾跟肝啊 对对对 还有 还有宠物其实 需要洗牙的 哦 洗牙 OK 这个我倒有听过 但检查肾和肝啊 对 其实就是 就是狗狗 或者猫 还是怎么样 这种物 它会有肝硬化的问题吗 还是肾衰戒的问题 对 我们有的 它们也是会有的 就是已经跟人差不多一样了 好像我们人可能需要 检查每半年或是一年 那狗狗其实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吸烟这么肝硬化呢 哈哈 啊 OK 啊 这个就是 好像人比较老了 我们的肾跟肝 衰退 嗯 对 因为你 因为我们的肾跟肝 是每天24小时 在那边工作 嗯 就是你 如果你可以imagine 哦 你要想象一下 就是 好像啊 我们的肝酱 嗯 嗯 啊 如果我们活到六十 啊六七十岁 就是六十十岁啊 在乘每一天 嗯 你看有多少个小时 它没有休息的一天 嗯 嗯 所以就是这些小动物 它也是跟人一样了 就每一天都会有这种操劳的情况 然后可能吃的东西不干净 也会引起它的可能泻肚子啊 胃不舒服啊 这些等等 是吧 对对对 那这些小动物的身体 生理构造 和人 会有多少巴仙的类似 类似啊 就是相似 和人有多少巴仙相似 它的体内的生理构造 OK 这个就是没有人去 呃 做过什么 啊 研究 就是如果你问我 我的看法就是 最少应该是有七八十 什么 七到 七到 七十到八十八十 七十到八十八十 对对 我们其实蛮靠近的 哦 OK OK 所以如果是从基因来看 它可能有些类似啦 那最接近人呢 应该也是 就是人员啦 还有猪啊 老鼠啊 其实猪会 猪是最靠近人的 哦 所以我们每天在吃自己 哈哈 是 那当然 那当然就是 呃 我刚才问了什么东西 哦 我想问就是说 呃 在在 做宠物医生 和 一般看人的这种医生 看 就是帮人看病的医生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在做治疗的时候 什么不一样 哦 OK 因为呃 如果是 看动物哦 就是 你不是单单看 一种动物罢了 嗯 看人也不是看一种人罢了啊 哈哈 也是有看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对 但是我们的学是 一样原式的嘛 哦 对嘛 我们是一样的 但有A型 B型 AB型 O型啊 哈哈 但是狗是 我们就讲是 啊 比较简单来讲 就是有 positives跟negative 哦 OK 啊 DA positives跟DF 啊 negative 这样会比较简单 嗯 嗯 其实狗跟猫的学习很多种 多过来 但除了狗和猫之外呢 我相信宠物医生不单只看狗和猫吧 你有面对过看了其他动物吗 啊 有啊 啊 有看啊 兔子咯 嗯 啊 啊 hamster gine pig 啊 啊 还有有些会看啊 好像石啊 那种就是wildlife 蛇 wildlife OK 对对啊 啊 我是看啊 狗猫 rabbit hamster 啊 gine pig 会比较多 就是哺乳类的 嗯 对吧 对对对 哺乳类的这个动物 你有看过什么最特别的种物吗 我听到石已经很特别了 就是爬虫类 reptiles 他看到reptiles就觉得很奇怪了 就就是 嗯 对 那你说你说 你该说什么 OK 其实呃 马来西亚没有 很多兽鱼会看啊 reptiles 哦 其实它是有的毒的 对不对 啊 对 如果你 其实如果 一个兽鱼 它要看 好像比较有毒的 这样 嗯 他需要两个 两个人在 在 在 场 一个抓尾巴 一个抓头 不是 因为如果就是讲啊 其实不小心给那个 啊 死咬到 还有个人可以去啊 啊 讲讲 啊 可以救他 对对 可以打电话 哦 到时候不是救死了 是救人了 对对对 OK 那那其实是 你看我们在人上面有份专科 对吧 就不同的那种 那种 specialist 是不是在动物也是有分专科呢 我我我意思是这样 我问 这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专科是不是有分 专看狗 专看猫 就是专看哺乳类动物 专看爬虫类动物 专看这个两栖类动物 啊 等等等等 这样子分的 就是看amphibia那些的 还是还是有 你没有另外一种是 好 那种专科是好 狗 狗有专看狗的干的专科 专看肾脏转科 专看他什么其他转科 就同一种动物的 不同的部位的转科 或者是不同动物的转科 有这样分的吗 有啊 两种也是有 都有 比我们人还专 所以狗鱼会比较 我们就讲比较复杂 那是不是有一种情况 OK 就是说 今天 如果我养的是属于一种 比较 wild animal 就是那种 可能 reptiles amphibia 那些比较奇怪的 种子 不是普鲁类一个动物 对 如果他 他有问题 还是怎么样 是马来西亚其实没有医生可以看的 这个哦 其实啊 你还没有养的时候 我要跟你讲 就是啊 这种动物 就是需要 啊 licensing OK OK 还有就是最好不要养 因为他们是 属于 在森林里面的 不是 拿来养的 因为如果拿进来养 啊 有很多问题 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 吃啊 喝的东西 就是nutrition的方便会不足够 哦 啊 如果不足够了 就是比较久了 它就会造成啊 一种病 我们就叫metabolic disease 嗯 啊 这种病呢 就是很难移的 因为 这种病就是 它拼了很久 嗯 啊 所以就是最好 就不要养那种 就是比较 好像你讲比较特别的 这种病是传染病吗 不是 因为好像我们人家 消化不良 不是 啊 不是消化不良 它好像是 呃 嗯 新陈代谢有阻碍 对吧 metabolism的一个问题吧 对对对 就是 好像我们 每天吃那个 啊 比较油的东西 啊 吃久了 我们也会生病 嗯 啊 啊 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 所以你觉得 就是养这种 wildlife animal 它最大问题就是在于 它的 nutrition 对对对 OK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 很多人已经不太养猫狗了 就偏喜欢这种比较 他们叫exotic的animal 这种这种方式 就就是 可能养一些蜥啊 lizards啊 这样子的东西 或者是养蛇啊 甚至一些奇怪 去养什么 养那个叫什么呢 就是 就是蟹 那个scorpion OK 就奇怪怪东西都拿来养了 那 他们 这样子养 如果 肯定有license 尤其是蛇 最普通的 这些蛇 那种黄白色的albinos 蛇是最多的 那他们这些 如果病的话 他们应该 应该 是不是带去 兽医 兽医都会看 还是不一定 他们要选特定的 有一些 不同来生的兽医 他会去看 他要找 比较特别的兽医 我觉得 很多兽医 也是没有看 很多都没有 对不对 对 那最普遍的兽医 现在读出来的 专注是在哪 专注在什么动物 最多 猫跟狗 猫跟狗 是最普遍的 在本地吗 对 国外呢 国外也是 也是一样 对 如果你讲 那个exotic的 我觉得exotic的不多 国外也是不多 OK 他们最多 就是看 猫跟狗 不多的原因 是什么 是因为太难读 还是 就像你说的 我感觉你可能 也不太支持 就是养这种 as a big animal 对吧 你觉得他们应该是 把它放在 郊外 把它放在 wild life里面 所以 是因为这样 原因没有人读呢 还是因为 他太难读 觉得很难 去理解这种构造 还是他很危险 还是什么原因 总之什么原因 造成他会这样 这么少呢 OK 因为在马来西 就是 这个行业 这个 这个section 我们是讲 这个exotic的section 会 蛮新一下的 蛮新的 因为我讲 猫狗就是很久了 有可能以后 也是有人 比较 会比较多的 收益 有那个demand 就会有人去读了 对 暂时也不是很多 但在整个 好 我这样子来看 猫狗这个 它的这个 医 就是受医的 这个学问 肯定有得读了 在大学那里 都有得学 但是现在的 大学 有没有开办 就是教你怎么去 医疗exotic animal的 这些科系呢 我觉得是有 但是有可能 是不多 就是讲 好像你读到 fine year 有可能有一两个 课这样 几个月 ok 这样读罢了 没有去好像 很专业 这样去读 马来西亚有受益系吧 对不对 马来西亚大学 我没记错 好像在 UPM 是吗 有两间 两间 UPM和哪一间 是格兰丹 格兰丹 格兰丹是哪一间 哪一间大学 格兰丹 应该是 因为西亚大学 格兰丹 ok 那个蛮新的 ok 我记得以前 我好像有一位 朋友 他也是读受医的 我记得他是进 本地大学 但我忘了是哪一家 好像是UPM 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 University of Purtrack 所以 一般上读受医 是不是一定要到国外去 才能够 完成整个学业 回来开 这个受医中心 不需要 不一定 他不像医生这样吗 像 ok 我这样子来看 医生 在马来西亚 如果你要当医生的话 你可能还需要去 政府医院实习 可能 一年两年吧 对不对 然后你才去考到 那个license 才能够去当医生 那成为宠物医生 他的过程是怎么样 读完出来 就是 他们会跟 看你 喜欢做什么 有些他比较 喜欢做 发明的 就是鸡跟猪 如果 比较喜欢 我们是讲 什么 就是猫跟狗 他们就是会 那个 医生 那边 做 其实 没有 attached 去 就是说 你所谓 读完出来 读完 是到什么 level 就是 就是 degree holder 吗 baturel degree holder 还是什么 我们是讲 是doctorate degree doctorate degree 读多久 四年 三年 五年 五年 拿doctorate degree 然后就出来 可以去当一个 受益了 对 所以也不用 去考什么 license 不需要 ok 所以受益 其实不像 就像 不像 这个 就看人的 医生 去需要 去拿一些 什么license 或者在政府 医院服务 就没有 这些特别的 条例和限制 没有 但是没有 ok ok 那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在 受益 这个行业 它是属于 一种 竞争性 大的行业 竞争 那从商业角度来看的话 它会是一个 怎么说呢 会是一个红海吗 就是通常我们讲 在做生意 就blue ocean 这样子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行业 它现在是 在blue 还在blue ok blue travelling to the red ok 这个只是 refer to cats and dogs 这一方面嘛 对吧 那如果不是 不是猫猫 狗狗的 像我刚才讲的 exotic animal 它可能 还是一直 保持在blue吧 暂时我觉得 它还在blue 那个 因为 没有什么 兽鱼 去做了 ok 你刚才提到 这个养鸡和养猪 就发明的那一块 那块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吧 因为毕竟 养猪养鸡 其实这个是人 必须需要 就很多人都在吃的 这些东西 对 所以那一块啊 是不是有很多 兽鱼在做 老实讲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没有听过多少歌 是在看猪 鸡 牛 羊 马 这类型 发明的 animals 这些 这个兽鸡 在马来西亚多吗 蛮多一些 蛮多 以前是很多 现在就是 好像看猫 看狗 就 更多 比较多了 以前是 以前 我们是 怎样讲 好像我的 他们 毕业的时候 可以讲 是多过一半 是做 猪跟鸡 是啊 对 以前 好像 猫跟狗的 兽鱼 就是不是很多 这样子 他们自己 是开 兽鱼中心吗 还是说 他们怎么运作 是开自己的中心 还是说 他们有自己的 还是那种 freelance的医生 就 就 会专帮一些农场 他们去固定的 去检查 是哪一类型的 还是跟政府部门 工作比较多 因为政府部门 应该有这个农业部的 对 全部你讲的 也是有 都有啊 有些就是 跟那个药啊 跟那个 持疗厂啊 做 就是如果 那个跟药 跟持疗厂 做的呢 就是 他们会去 那农场 是给免费的 给免费 就免费 帮他诊断 看病 对 主要是卖药 对 这样就做 sales啊 对不对 是做sales吗 他有salesman 他是做 我们是讲 是technical technical 啊 OK 那那一般 一般毕业过后的 兽医 呃 他的 是 如果是打工的话 他的薪水起跳 是会是多少 从多少起跳 如果是一个 一名 新 新新刚毕业的兽医 嗯 应该是 3000 以上 对 最少的 应该是 因为我很 很久没有请人的 哈哈 以前呢 从以前呢 如果从 呃 你说 好多年前 开始的时候 那是起跳 是多少 哦 好多年前 我们讲是 20年前 20年前 如果是 做 小动物 好像 猫跟狗 应该是 1800 现在大学毕业 就是doctorate degree 出来就五年后 最起码3000起跳 如果是打工的话 对对 可以这样讲 哦 如果没有错了 OK 呃 那那那就是说 如果一般的 像这个 宠物医院 他的 营业额 可以去到多少呢 就是 一年 一年 一般的宠物医院 就平均上 看起来 以马来西亚作为标准 马来西亚作为标准 这样比较难讲 很难讲 没有一个固定的 对 嗯 会 会 会有超过 呃 一个million吗 就是说 一年 嗯 有 有些会有了 有些会有 我觉得很多 应该是没有 有的主要是看猫狗 最快吧 对对 应该不是看 发命的吧 哦 发命比较大 哦 发命还更大 对 很大 嗯 OK 所以其实发命的市场 还来到比猫狗还来更大 因为我们本地人都 这个肉类需求还蛮多 所以需要 更多这些兽医去看这些 家庭吧 应该是这样子说 是是 那才好像 其实做这个 比较有budget去 哇 其实好像做个宠物行业 对 就是做医生啊 要帮这些猫猫狗狗 其实我 还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爱心 去 去做这个行业 因为好像这些狗狗猫狗 好像其实他们在 呃 被这医生在诊断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恐惧的充分 其实好像 呃 怕猫怕狗 应该不能做这个兽医吧 对对 I mean 对 不是 是狗狗猫猫在怕 这个医生 对对对 其实它很像人的 其实有没有遇过一些情况 呃 呃 你在诊断的时候 那个狗狗猫猫是非常怕 然后 你们是会这样去安抚 这些狗狗猫猫吗 哦 哦 OK 呃 其实怕 呃 猫会比较怕 怕人 对对 因为猫就是 如果你带它去呃 宠物店也好 嗯 去看兽鱼也好 嗯 他们会觉得你就是好像 呃 外星人这样捉了它 嗯 就是 带它去一个地方 嗯 去好像做research 嗯 做research 对对 猫是很怕的 OK 其实它有一种啊 啊 一种好像spray一样的 我们会用的 就是叫 Phillivate 然后 就镇定剂啦 spray了 它就会比较 Calm down 哦 那可以用在人身上吗 哈哈 啊 如果你有猫 你要抱抱那个猫 啊 又不要给那猫这么 啊 紧张 你可以spray你的手啊 啊 真的还可以spray啊 就就没有 没有一些side effect的吗 啊 没有啊 对人不会有 但是 哦 就是对人没有反应的啦 就是我碰得过 就一个人很很慌张 我碰他 他也不会很镇静下来 不会 只有猫而已 只有猫可以用 哦 狗也不会 哦 狗也不会 狗会 他是specialist for cats 所以就是 就证明说 猫的 其实你狗照过 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个对他有作用 对我们没有作用 对 那一般人用的镇定剂 用在动物身上有作用吗 啊 什么镇定剂 就就就 就一般用在人身上的 镇镇定剂 这个镇定剂啊 对啊 用在动物身上有作用的吗 啊 有些会 有些会有 哦 不可能乱用的吧 对对 对 这个是 under licensing的 哦 OK 对 好像其实做收益 还蛮辛苦的 因为他们可能需要 时时刻刻去 被这些狗狗猫猫 抓到 就是猫 可能他爪子啊 会被抓到 这应该很普通了吧 超普通 但是就常会遇到的 最大挑战是什么 当兽医 对对对 但是啊 这个我们 是会处理了 是啊 那那当 你当兽医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面对最大的困难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嗯 最大的挑战 对 就是你当兽医 你觉得在你兽医这个生涯里面 做了很久了吧 这个行业 对对对 最大挑战是什么东西呢 或者是那个 obstacle 或是什么 哦 OK 其实兽医的行业啊 就是 现在就是一直在那边转 一直在那边转 最大的挑战就是 你要就是 再去读 再去学 哦 因为因为动物不断的进化 嗯 所以新的technic 新的腰 全部你要一直 在那边转 现在 OK 所以是 主要是因为动物在改变呢 还是动物的病也在改变 啊 两个 两个也是对 对 还有新腰就出来 OK OK 所以这些是对动物会越来越好呢 还是越来越不好 因为 OK 我们用人来看 就是 呃 我们的这些antibiotic 越发展 越好 越好料 越来越厉害 但是其实它对人的身体 是越来越 呃 这个 effect越来越 side effect越来越严重 所以对动物来说 是不是也是相同的一个状况 嗯 好像我 啊 早一点有讲 就是啊 如果人有的 动物当然会有 嗯 因为动物也是 我们是讲 是一个biological的 VA 嗯 嗯 一定有的 嗯 但是如果antibiotic 你有跟住来吃就OK 啊 你不要啊 到那个程度就是abuse abuse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去发现买了自己吃 OK 啊 就没有跟住那个要吃多久啊吃多少啊 这样就会造成一个condition我们是讲resistant OK 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 我突然想到一个一个一个情况啊 就是类似现在有很多的这些病菌传染到人身上了 对对对 Let's say for example H1N1 已经没有H1N1 而且已经H包什么 5-7 已经对 已经去到 它就它就mute到一个程度是 我也不懂它叫什么H多少N多少了 嗯 那这些是不是一个abuse of antibiotics的一个结果 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情况会会发生这些这种所谓动物传染人的这些病症 因为如果你是讲那个H1N1呢 它们是好像influenza这样哦 它们会转的 它们会evolve的 一直在那边evolve的 嗯 所以这个啊 病毒会比较难去控制的 那你在做医生的时候 因为你面对动物嘛 对不对 你没有担心过 其实会感染一些动物传到人身上的一些病菌 是我们不理解的 比如讲 OK我们讲的这个H和N的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禽流感嘛 是比较这个禽类的 OK 但是如果不是养猫猫狗狗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都好 有没有这一层担心 有做怎么去防范 怎么去防范 嗯 怎样去prevent 我们会啊 如果有一个casing来 我们会看哦 我们会看了 我们会好 像evaluate 它的research多少哦 哦 所以其实做受医也会担心这一块对不对 啊 应该会 我们也是人嘛 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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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那那那 那今天非常感谢你啊 Dr. Wong 谢谢你接受我们这个访问 OK OK 谢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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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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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